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如何做出爸妈和子女都爱吃的一道菜呢 90后东北女孩讨好父母有妙招 60后许大厨花鸽两吃有诀窍 今天做一道唯一一个 符合我家里人口味和我口味的一道菜 给你带来一道花鸽 当时做两道菜花鸽两吃 一道菜满足全家人的口味 两代人共同的美食记忆 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机会多了 一家人沟通情感的机会 陪伴的机会才会变多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特有意思 属于两代人呀 许大厨你应该属于父辈 然后我估计你女儿 差不多跟咱们达人一样的 对 跟我差不多一样相放 而且最有趣的是你 现在是跟父母一起生活 对的 许大厨呢 我也跟女儿一起种 平时吃得到一块吗 吃不到一起 跟爸妈吃得到一块吗 吃不到一起 是吧 这是现在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尤其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能够在一个餐厨上找到 都特别喜爱的菜的情况 非常非常非常难 对对对对 许大厨大会已经非常熟了 打一招呼 好 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厨许世权 来 我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艺莹 我是一个东北女孩 今天来呢 我有一个诉求 就是想向许大厨请教一下 怎么能做出一道 既符合我父母口味的菜 也符合我口味的菜 那你喜欢吃什么呀 小龙虾 花隔 香辣蟹 都是我喜欢吃的 那咱们今天给你带来一道花隔 好 太好了 有你吃的一道碰调方法 也有你父母喜欢吃的 一个碰调方法的做法 那是做两道菜 花隔两吃 等于说用一个花隔 然后呢 解决两代人之间的隔阂 在餐桌上 对 是吧 来 花隔在这 要不然您先 可以 可以 那您打算先做咱们父辈的 先做男女儿的吧 行 你来点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这个花隔呢 咱们是两份 花隔首先来讲 挑一些有光隔 份量重的 而且呢 你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买那一碰 它就毙上的 它毙不上的就是死的 最好买一些超市的盐水 养的那些 它在吐沙 买回去就可以做 这个已经吐过了吗 吐过了 这吐过啥的 吐过了 所以说呢 咱们拿过来 就可以直接烹调 咱们在做以前呢 切一些小料 哎呦 你爱吃辣 超爱吃 是不是平时 要点外卖的话 后面客户 加麻加辣 特辣 您作为专专专大厨 平时在家做饭 女儿对您的这个 做的这个菜品 过于清淡 她不吃啊 您是专业大厨啊 你不加辣椒 你或者说你有肉啊 她就不吃了 那你怎么办 首先来讲 我做的菜 迎合她的口味的 你看麻辣烫 那里的东西 她喜欢吃夜宵 你在家给她做夜宵 对 好羡慕 这是人家的爸爸 真的 调一些味儿 加一些酱 三种酱 这是紫苏酱 这是蒜蓉辣酱 这个就是 湖南的辣椒酱 三种辣椒酱 放在一起 是吧 再加一些蒜末 提味道 我觉得会巨香 再加一下辣椒油 哇 咱们再加一些花生碎 嗯 味道更好 哇 这三种酱 调好了 这个菜就做好了 我想闻闻它什么味儿的 洋葱 再来点洋葱 好香啊 以后还叫夜宵吗 不叫了 我想吃许大厨做的 以后 许大厨来 送一份夜宵 今天明显能感觉到 给您出的这个题 不是今天临时 您遇到的 是之前您自己的女儿 喜欢吃辣 对 年轻这个口味 你已经遇到了 满满的都是父爱 好了 把这个酱加里 许大厨 这应该是你上我们节目 有史以来做的最辣的一次 对了 我做辣的很少 许大厨 你今天也太不养生了 做这个菜 咱们不养生 就辣就不养生吗 辣也养生 好 咱们加一些食用油 让它加热以后 它的壳就开了 哦 完了这时候呢 咱们加一些配料 你是不是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你不是年轻人 非得吃那么辣 对 你平时怎么劝女儿的 我就想 你减肥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均衡 人家为什么要胖 因为你的热量 瘦油太多了 所以说你没有消耗掉 你才长肉 你要加一些运动 主食啊 不是不吃 要少吃一些糖 年轻人吃一点都可以 但是你像我这个 所有人 甜的几乎就不吃了 你 你不打电视电话 你关机 你把电话不再呼吸 没有信号了 对 是不是天下的爸妈 也都这样 那你爸妈平时要 这样唠叨你 你怎么办 这个耳朵听 这个耳朵就出去了 该吃一样吃 然后整个就放空状态 对 天下父母心就是这样 他可能觉得 能感受到孩子 会一直听他唠叨会烦 但是他依然觉得 我就必须得唠叨 哪怕我说一百次 你听进去一次 没错没错 这个刚才又发出了 很强的滋滋的声音 咳咳咳的声音 现在声音变小了 这个手没手怎么看呢 这一张嘴了 就叫 所以说不靠听 听看 都拍了 全部拍了 就这感觉 把这个香葱香菜加上 这第一道菜马上就要 结束了 要结束了 对 是吗 这个时候 利用短暂的时间 稍微照顾一下 咱爸妈的清淡的口味 没问题 情绪得照顾到 一家人吃饭 那这好了 咱就搁旁边 行 咱做下一道菜 跟那边 好嘞 给它保着温 用砂锅 好 下一道菜 咱们照顾一下父母情绪 好 下一道菜 咱们做这叫微波炉 花鸽 蒜蓉的一个做法 咱们用做点油 把这蒜炸了 炸金蒜 这个蒜呢 剁碎以后呢 一定要洗 用水冲 把这个蒜油 冲出去以后 如果不洗 一炸就糊了 一炸就变成一团 然后就糊锅了 这么多都要炸吗 炸一半 我们这金银蒜 一半一半 这样呢 去油温高一点 油温高一点 我觉得您算是一个典型的 跟女儿跟孩子一起生活 您站在您这个角度 给咱爸咱妈 一些个建议的话 如果跟孩子一起相处 在一起吃饭 要我说呀 都要顾忌一下 最好倾向于他们 做一些他们爱吃的 你像这花鸽 就是说 给他做一个口味的 给我自己做一个口味的 都解决了 尊重一下年轻人的口味 对 那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说稍微晚点睡 不好不好 太不好了 是不是跟你爸妈 平时的语气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你会假装 十点钟睡着了 然后会会会 真的真的 真的会这样 真的不这样吗 对 然后看他们来我这 睡着走了 然后把灯打给继续睡 秘密都在开始 刷手机了 对 你跟爸妈 斗志斗影的经历多吗 超多呀 比如我上班 八点起床 然后我妈来叫我说 快点都十点了 快点快点 我真的特别害怕 五分钟 从床上到出门就走了 实际一看时间 实际我到单位一看 八点十分 所以每次都是 四舍五入时间 爸妈的时间 总比我们早两个小时 对 是吧 她过的是美国时间 我过的是中国时间 我过的是中国时间 爸妈成功地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对 你看看这个蒜 这金蒜特别好 金蒜 穿在一起 穿在一起 下一步呢 调味 咱们加一些桃油 第一蒜的比例一比一 一比一 再加一些咱们这个鸡精 做出来 味道非常好 的确就是在于提鲜上面 两勺放两勺 对 两勺 两勺 好 这个蒜就做完了 咱们做一些开水 把花可烫一下 这个煮的时间要长吗 不用 张嘴就可以 不要煮它过久 如果没有张嘴的 一定要扔掉 它是死的 许他厨今天做这次 好用力啊 直接装盘就要吃了吗 还得微波炉 好好好 看看有没有没张嘴的 没张嘴的 它就是死的 那还有两块肉 对 对 你眼神真好 我这么年轻 与大厨怎么聊天的 把咱的蒜蓉 加上 撒到上面就不容易 对 撒上 这样咱加一个保鲜膜 你在家做饭 女儿会这么帮你吗 哪儿啊 那我帮的还是她帮的好 当然是她帮的好 许大厨 喂 你爸 生死了他 我本来是想对青妹来的 好 两分钟 好 咱的微波炉 成了 两分钟 好了 许大厨 好 我怎么觉得 这道给爸妈的菜 过于简单的 不简单 没有年轻人的那个 都沾上来 对 你看 哇 香香 你看这感觉 好香 咱们加一些它的配料 这样的颜色更加绚丽一些 好 这道菜也完成了 又完成了 对啊 来 那咱们尝菜 尝菜 来 先给美女 我想 你想吃辣的 对 我想吃辣的 这个 给我留 我也想先吃辣的 对对对 我们口中 口中 不好意思 我要底下再汁的 还挺挑剔 那当然呀 来了 好了 好吃 你知道吗 你带壳子一定要这样 对 最大 最大 对吧 一定要把它所有 这壳上的 每一点点辣椒 包括那个汁 全部要搭发到嘴里 小王觉得怎么样 很香这种辣 我感受到了 一个老父亲的 那种魅力 您再给我分点这个 让我今天养生一下 尝尝这个养生味道 这个也好吃 这个也是我的口味 好吃 都是年轻人口味 你这个金鸡蒜的也好吃 金鸡蒜的这个在嘴里的 首先能嚼到生蒜的 那咖啥咖啥 对 金蒜的香 对 一个花隔 照顾两代人的吃法 能解决你的需求吗 可以 真的能 最重要的是用新鲜的原料 精选鸡肉 太太乐三星期间 肯定回家吃饭 生结花隔 首先来讲 取一份量的花隔 还有咱们洋葱 切成丝 香菜 香葱 切成段 备用 完了以后 咱们调料呢 有咱们的酸仁辣酱 紫苏辣酱 还有湖南的辣酱 三种酱 一比一的这个比例 调和好以后 咱们再加一些蒜末 小米辣的末 花生碎 加上红油 给它调和以后 拌上咱们的花隔 锅底呢 搁上洋葱丝 把咱拌好的花隔 搁在上面 做火 加上食用油 盖盖 五六分钟以后 这花隔开口就好了 出锅以前 加上香葱香菜 就可以食用了 下一个菜呢 就是微波花隔 首先来讲 把花隔用开水 烫了开口以后 捞出来 拌上蒜蓉 拌均以后 用保鲜膜封好 微波炉打两分钟 打上咱们那个 红椒碎 跟菜椒碎 就可以食用了 今天做一道 唯一一个 符合我家里人口味 和我口味的一道菜 食树爆炒海虾 因为我们家人 都喜欢吃虾 看一看如何 用一道食树爆炒海虾 让两代人 能坐一桌上 愉快吃饭 回去一定要 给爸妈做做这道菜 这样两个人 坐在一个桌子上 吃饭的话 大家都没有障碍了 这两个菜 我们都可以吃 那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今天做一道 我做饭以来 唯一一个符合我家里人口味 和我口味的一道菜 食树爆炒海虾 食树爆炒海虾 对的 那一会儿我们表演一下 看一看如何用一道食树爆炒海虾 让两代人都坐一桌上愉快吃饭 第一步我先要把这个虾去一下虾线 然后我先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去这个虾线的时候 掐住这个虾的两边 然后从第二节这扎进去挑出来 我们这提前的小黄已经给咱们 对 扒好了一些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这道菜可以解决你跟父母 共同就餐 共同喜好的问题 我家里经常吃虾 因为我们家人都喜欢吃虾 然后还有西芹啊什么 家里都比较喜欢吃 我就在想 我说是不是可以把这道菜 合在一起 大家都喜欢吃呢 结果做了 我看家人还都挺满意 实际上特简单 把爸妈爱吃和你爱吃 做到一股 对 很简单 然后咱们现在先腌一下这个虾 用白酒来腌一下 下手勾中的虾道 对 一般的不多 然后咱们先切一点姜丝 要一点点就够 给它这个腥味 腥味 水大厨 如果你女儿切姜丝 切得这么粗 只是有一点不美观 但是味道的作用都是相同的 你这一虾里搁什么配料 你这食书是 食书是蟹味菇 蟹味菇 芦笋 芦笋 西芹胡萝卜 颜色还蛮丰富 对啊 你女儿在家做饭吗 做饭 那她做的时候你也这样 过去是这样 是吗 手把手交 很用心的 很用心的 咱们给它切成小薄片就可以 对对对 稍微薄一点 要不然我觉得它 手很难熟 好 徐大厨这个刀功 不敢功 不敢功 把这个西芹切一下 然后这个斜着刀来 我觉得这样 是不是这样会更愿意熟 徐大厨 在这里告诉你一个 这个西芹这东西 它有筋 怎么样去这筋 是关键 咱们抽这筋 这就抽筋 把筋抽出来 这样筋一没了 它就不老了 你看 把这筋抽出来 徐大厨师傅 当年教自己女儿做饭 也是这样 那肯定要讲到位 说明白 这个配菜都会放在这 好 再一个是这个 芦笋 芦笋 切成小段 这样那小段就可以 你这么切也不太讲究 徐大厨 你这么着切 这样呢 就相对来讲 看着很舒服了 徐大厨多久没有这样的机会 跟自己的女儿 这样手把手教学了 很多年了 是吧 很多年 然后今天一气把饮过 好好教学 来 可以焯水了 焯一下 就简单焯一下就可以 这芦笋很好熟 对 大概 变色就可以了 来 现在可以 因为你还得它炒一面 对的 别的时刻还焯吗 焯 要焯蟹胃菇了 对 咱们现在倒进去 徐大厨 焯这个蘑菇的时候 时间要长一点 是吧 蘑菇要时间长一点 对 因为有的菌类 它微微带一点点毒性 对 这样把它捞出来 咱们现在开始准备炒了 嗯 嗯 徐大厨爆炒的关键是 旺火速成 旺火速成 对 它一般比较适合那种鲜嫩的食材 我下一点蒜片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倒点虾 啥虾 对 油稍微大一点 让它迅速的 这是你理解的爆炒吗 好了 可以 徐大厨皮剪片 完了 倒出来把油 对 对 把这个虾捞出来 好 咱们先留一点热油 然后往里放一些胡萝卜 加一点西芹 然后可以下一个胡萝卜 胡萝卜断生了 炒一下 这道菜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西芹啊 卤笋啊 胡萝卜啊 都是一些减脂的东西 然后咱们来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嗯 还有一个泰泰乐鸡精 鸡精这种呢 这个是咱们菜地区的 嗯 一个调味品 你怎么会选择吧 够吗 好 够 好嘞 出锅 这个符合爆炒吗 嗯 符合爆炒 快 快 然后呢 忘火 对 嗯 而且呢 没有汤汁 嗯 而且这个蘑菇啊 跟这个胡萝卜 非常吃油 嗯 哇 这个颜色什么也都很漂亮 对 最后还有一点点黑胡椒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 嗯 是吧 嗯 完成 来 那咱们尝菜 尝菜 来 好 我给你吃 平时在家里面 还有其他家人一起吃饭啊 我的姥姥 哦 八十多了嘛 这种清淡也都是为了去迎合她的口味 嗯 那姥姥吃完这个菜她怎么说来着 她说很好吃 我姥姥喜欢吃虾 蛋 比较清淡 但是不寡淡 它是淡的整体味 但是它不寡淡 原因是第一个食材的丰富 另外加点黑胡椒非常提这个味觉层次 今天再吃这个西芹 嗯 还有芦笋的时候熟了吗 熟了 断生 不是断生 它是筋没了 好嚼了 嗯 好足嚼了 口感好 对口感好了 这个西芹这种人 它有筋 筋抽过来 这样呢 筋一没了 它就不老了 买米买面 认准福利门 中凉福利门米面 回家吃饭指定米面 用新鲜的原料 精选鸡肉 泰特的三星基金 喊您回家吃饭 第一步 将海虾洗净去壳 去虾线 将剥好的虾仁 放在容器内 滴入两滴白酒 再加入一些姜丝 第二步 芦笋根部去皮 切段焯水 七芹切小段 胡萝卜去皮 切薄片 蟹味菇洗净焯水 备用 第三步 待油温八成热时 放入蒜片爆锅 炒出蒜香以后 放入处理好的虾仁 翻炒八成熟 接着放入 胡萝卜 西芹 芦笋 蟹味菇 翻炒一会儿 随后加入盐 太太乐鸡精 大火翻炒 入味以后 关火出锅 最后撒入黑胡椒 这道菜就做好了 其实今天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就是不要有借口了 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创造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机会 其实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面 然后互相体谅 就是让您体谅年轻人 年轻人有的时候也照顾父母的口味 对对 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我们很多家庭的一个榜样 就是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两代人能够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因为有更多的回家吃饭的机会 才有更多的交流和陪伴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